體操 一種直接用身體表現的記憶 在世界各地都有很悠久的歷史 而大家現在看到的競技體操 則是在19世紀以後才逐漸發展完成的 特別的是體操與許多運動不同 男生與女生比賽項目不太一樣 例如只有男生有吊環 只有女生有高低槓 而評審的標準方面 則會以動作難度的低分 和運動員做得漂不漂亮的一分來評比 低分加上一分最高的就是金牌得主了 2017台北世大運 你準備好了沒